中美男主72.5公斤级的对抗 我们首先有请蓝方运动员现役WBC州际冠军 派拳和MMA双较拳手 有请阿杰 福西卡 现在上场的是杰西福西卡 杰西福西卡呢 他是现役的WBC的中级冠军 他身材并不是很高 身材是1.3 比较矮一点 今天是29岁 但是他不仅参加这个自由搏击 他还参加这个MMA的比赛 那么在去年的海南的龙行天下 我曾经见过他和杨建明的那场比赛 那场比赛是双方在比赛当中占平了 中方代表队是武林峰的那台仗 有史以来最嚣张的选手 有请林帅 嚣张是他的标签 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引来观众的尖叫 很张扬的个性也非 这位就是林帅 这位帅小方林帅 比赛现在开始 这是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蒋威 在说走不能够上投 吸不允许运用 吸不能上投 他想说を信仰 尖叫做高度 余兰ม� 是他 是的 乌林峰的政策 二三 round 这是一这三个阶段 最后一开始 這是一场 asking 白色转裤的林帅,蓝光选手是身材比较矮暗的穿着红色转裤的阿杰弗西卡 我们看到阿杰弗西卡在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就上去猛冲锋打 当他一个摆拳差点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林帅 但是林帅抗价的很强,尽管三个月之后复出之战 但是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希尔顿大酒店续写他的辉煌 我们已经向观众朋友介绍了这个蓝角选手 美国的阿杰弗西卡,他不仅能打这种自由搏击比赛 他还能打M&M的比赛 他的技法推好还是他的地面技 他的战力是技法,主要是摆拳 他摆拳力量比较大 更多擅长的是地面,他身高只有一米这个六三 而现在高大的林帅是一米七七 我们知道林帅他更擅长的是他的后手的直拳 今天林帅一看到了 由于身高必长,他身高比对方要高出 他身高有14公分,他从上往下摆 那么,杰西弗西卡只有中国摆拳,往上扑 因为在三个月前,林帅的左手的直步是骨折了 大拇指那个地方,那么今天他伤于复出 但是他要捕捉战机,还要靠他的后手的重拳 你看他等机会 他现在不想给这个阿杰佛西卡打阵地战 因为毕竟阿杰佛西卡他的摆拳力量很大 漂亮漂亮 这是我们的那个高平腿 我们看到这个蒋佛西卡第二次给这个阿杰佛西卡5秒 如果在一击比赛当中三次强度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就要结束 林帅要在美国拉塞巴斯要改写历史吗? 他要TKO对手吗? 他在这场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我们看到常常裁判 蒋佛为了保护这个阿杰佛西卡 终止了比赛 因为林帅利用后手重拳 又让他跟三次击倒在那台上 我们看嚣张的林帅站在卫生上 把他三个月来的怒火全部释放出来了 他们要向他得向观众朋友们说 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 看,这是第一次阿杰佛西卡打在那台上的场面 这是第二次阿杰佛西卡打在那台上 他出现了,他出现了一圈的力量 但是,中国人在那里面 你看到那里面的赛结束了 马杰佛西卡打在那里面的赛结束了 这是阿杰佛西卡打在那里面的赛结束了 这场比赛就将结束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第二局,2分18秒,林帅 TKO比赛结果,洪方胜 这样的话,林帅赛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第二次阿杰佛西卡打在那里面的赛结果 林帅 为请祝福嘉宾,民国准备集团的会长 非常爽,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非常过瘾 我听到这尖叫声,我非常新闻 本来手伤的,管不了那么多了 坐,坐他